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 安老养老从来都是全国两会关注的热点 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5亿人 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有14处提到了养老这个词 面对滚滚而来的银发浪潮 参与2019年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 有着怎样的建议 关爱老人物质不能少 关爱老人先从物质做起 如果老人吃不饱穿不暖 当然不行 先在物质上过上舒适的老年生活 才能谈养老 有些同志担心 社保费率降低以后 养老保险的发放问题 在这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我们有能力 保证养老保险的 及时足额发放 而且政府公共的报告 这次还明确了 今年还要适度的提高养老待遇 政府将加大中央预算的投资 进一步放宽社会资本准入 夺措并举来增加服务供给 今后三到五年 将大幅度增加各类养老服务床位 通过城汽联动等方式 将增加普惠性养老床位 一百万张以上 而且要更多的发挥社区的作用 引导优质养老育幼服务机构 进社区 大力发展各类 像日间照料 康复护理 还有住行住餐 等多元化的社区养老服务 那么是社区群众呢 能够就近享受 更便捷的高质量的养老育幼服务 关爱老人精神不能少 如果说物质上的帮助 是帮助老人吃饱穿暖 那么精神上的帮助 就是为老人准备更丰富的生活 除了喝喝茶 唠唠嗑 看看电视 委员们觉得 还有更多事可以帮老人做 老年对科技教育的渴望 我是真看到很多大爷大妈老年人 对现在的网络 对人工智能 就那种渴望比我们还要强 你现在我去看一些新的设备展 包括北京机器人大会 那里出现了一大批老年群体 就社区老年中 结伴去到那去看新的机器人 包括他们对家庭智能化 这种知识的需求也是很强烈 关爱老人保护不能少 近年来 老人总是很容易成为保健品推销的目标 老年人被保健品掏空积蓄现象时有发生 对此 代表委员们当然也不会视若无睹 保护老人 解决保健品问题也很重要 看到老年人手捧着一把一把的保健品 要来问我们的时候 我很心痛 我觉得实际上这是对医学不了解的一个具体表现 因为保健品 它实际上现在在国外来说是很盛行的 但是国外人吃保健品是很审慎的 没有听说一个人要吃两种以上的保健品 最多选择一种 而且是在医生的指导下 那么如果老年人不经医生的指导 大把大把的吃保健品 从我们中医来说 五股杂粮是最好的养生的法宝 几千年来我们是靠五股杂粮来养我们的后天之本 而不是靠药 所以我特别主张老年人吃保健品的时候 去问一下大夫 不要过度的去依赖保健品 今年1月8日 我们13个部门联合整治 应该说取得了阶段性的效果 到3月1日 一共立案4865件 案值达到51.7亿元 但是这个整治工作 我们提出是百日整治 我想呢 不应该局限于百日 必须长期进行 同时要加强这个科普宣传 要改革现在的保健品注册制度 您感谢您的 您感谢您的 您行 刚才准备 您是